全新美食探索之旅风味人间将于10月28日21点15分的腾讯视频播出,今日发布中期预告,并正式公布作曲与解说。 除陈小青担任总导演外,风味人间邀请到李丽红姐说,爱婚作曲《亲情加摸》的二人,与陈小青团队,一同成就风味的色相声味。 同属风味系列节目的美食轻弹节目风味实验室则即将为风味增添更多趣味性。 众独文化名人每做一桌瓶美食,坎屈文,全面透析风味的台前幕后,风味实验室将于10月27日起美周肉,周日21点15分的更新两集。 风味人间展开美食探索之旅陈小青团队,第二次听声音风味人间自定当于来,以引发无数观众的正片的猜想。 近日公布的终极预告,正式曝光了分级主题,手机节目真容,从上海之间的灯火玩家,风味人间以更广阔的视角,带领观众重新认识世界美食。 而认识美食的过程,就像一次又一次的探险,通过记录饮食在全球范围的流变,探寻人来通过饮食认知世界的奥秘。 在终极预告片尾,李立红的惊喜发生,令观众对正片的期待值再次飙升。 先有陈小青当刚从导演,全成为纪录片品质保驾护航,再有李立红运来恒生的解说与爱婚经验四座的配乐,依然是最熟悉的下饭配置。 仅仅是这样的配置,就足以令人口舌生金。 李立红作为中国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起嗓音浑厚,浑然一体,生动的解说美美,令观众沉在其中。 国际作曲家爱婚多年来获得业界多发肯定,曾被誉为极其少原有的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体。 他极其擅长将当代尖端计算机技术运用到传统古典交响音乐中,是音乐焕发出新的听觉活力与魅力,进而帮助镜头讲述更好的故事。 三位大师级人物在度联手,打造全新师厅顺艳,更成全了老汤们多年以来的美食情怀。 风味实验室率先开播陈小青等文化界,老汤唱聊全球饮食指纹由腾讯视频自主研发的风味IP。 一,不仅包含美食探索纪录片风味人间,还有美食情态节目风味实验室,语为纪录片风味原刹地。 其中风味实验室将于10月27日晚21点15分绿线亮相登录腾讯视频。 就当结开生命的美食情态,网罗各界文化名人,为其邀请两位美食大家分别作为风味学博,风味研究员,一位明星嘉宾,作为风味体验员,一位明厨作为风味仙厨,用一道菜的制作时间,畅聊世界各地有趣的饮食文化。 接觅风味人间的台前幕后,讲述许多与美食相关的冷知识,美食不止好看,实验不止好玩,谈话不止有趣。 诸风味人间导演陈小青以外,著名美食家采兰,著名主持人白颜松,脱口秀演员李淡,演员范甜甜,青年相声演员张鱼蕾等三十多,为美食爱好者集聚一堂,带给观众一场文化大餐。 风味实验室中丰富的食文化话题,与风味人间中天南海北,和美食刻画互为参照,将观众透过食物看到历史,人文,探求更大的世界,腾讯视频打造风味IP,亦在呈现美食中存在的时间与空间,以美食投射每个人的内心,将观众从美食上,感受到人类文明的绚烂文化,以及从缘故饮食社会传来的阵阵回响。 风味IP更是腾讯视频,卖向直播一体,全新模式的重要转折点。 据悉,风味人间同步输出海外,进一步扩大中国纪录片,在全球的影响力。 美食探索记录片《风味人间》,由腾讯视频出品,到来传媒与企格影视联合制作。 加乐福,万达广场,湖济花花生哟,东风雪铁龙,康师傅并未珍选,将新营造品有联合赞助。 将于10月28日21点15分,在腾讯视频全网独家首播,每周日网更新一集。 风味实验室将于10月27日正式首播,每周日21点15分更新两集。